许天才委员发言 许天才委员 许天才委员不在场本案暂不予处理 请蔡景龙委员发言 蔡景龙委员 蔡景龙委员不在场本案暂不予处理 请杨玉兴委员发言 主席各位委员 本院委员杨玉兴江慧珍等人 鉴于国内大部分自动提款机ATM的设置 对于身心障碍者以及年长者不具操作友善性及便利性 原此,鉴请行政院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 应于一个月内主动邀及国内身心障碍团体代表 老人福利团体代表 身心障碍福利学者与社政主管机关代表 共同组成通用化无障碍金融环境推动小组 作为金融无障碍环境规范之决策机制 并于三个月内 依身心障碍者权益保障法第52条之一第二项之规定 定出ATM通用无障碍的国家标准 与相关厂商讲助办法 借以落实ATM无障碍之理想 并提升国内厂商之开发与投资的意愿 以生产出符合国家标准的通用无障碍ATM 以及其他无障碍之金融相关产品 改善国内金融无障碍的环境 是否有当敬请工具 感谢您的观看